疫情发生以来 社会各界积极行动 踊跃捐资捐物 企业界更是责无旁贷 今天上午 厦门华城高薪纺织有限公司就向香港捐赠了20万只民用防护口罩 今天上午 厦门华城高薪纺织有限公司向香港捐赠20万个民用防护口罩 这笔口罩由企业独立生产 今晚8点从厦门出发 空运至香港 将由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接收并统一派发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支援抗疫 工资在今年春节复工后 转移部分产能 临时兴建了6条口罩生产线 目前日产量可达50万个 作为厦门市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之一 眼下 他们正抓紧完成政府指定的防护口罩应急生产任务 对于富裕的口罩 他们也拿出来积极捐赠海内外同胞 疫情无情 人间有情 因为有你们的热忱帮助 我们有信心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向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此前 红顶钞已向马来西亚捐赠了3万只口罩 目前正在筹备第二批次的口罩捐赠 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华侨帮我们捐了很多 那现在马来西亚疫情严禁的时候 我们给马来西亚捐多口罩一点 我们中华民族旅上往来共度时间 我们中华民族旅行